1月6日,北京故宫五门燕池楼展厅里的贺岁影响紫沁城里过大年展览正式向公众开放 挂工灯,贴春帘,奏喜悦 游客只需登上城楼,就可在展览中近距离感受清代皇宫过年时的新春氛围及手碎习俗 穿过故宫五门,一幅一城墙而建的巨大三地立体清宫图映入眼帘 城墙下的铁门两侧,两幅古代门神年画竟动了起来 喜庆吉祥,憨态可居 贺岁影响,福寿康宁巨大画报将整个城楼装点的年味十足 进入展厅,火红的色调,华美的宫廷年俗物件还原出清朝鼎盛时期的过年氛围 一比一复原的珠红色长廊处理于展厅中央 树展文物级的宫灯从房梁垂下,华丽典雅,绚丽夺目 觉得挺新鲜的,而且我是专门从武汉过来的 第一次感受一下原来宫廷里面皇帝过年的什么样的情景 宫灯我觉得挺好看的 而且因为之前看过那个我的故宫秀文物 然后就里面有讲了说他们那个洗那个宫灯那个灯碎的那个场景 然后刚好就看一下这个实物展出是什么样的 五福临门,最豪宗青宴,动画宾夕图,金欧勇固碑 本次展览共展出文物885件套 文物术创故宫展览历史记录 并运用动画、视频、音乐、投影、熏香等多种技术手段 让观众穿越百年,感受一下皇家宫廷过年的喜庆与热闹 金融蜡又今天初一 然后看到这个展感觉就是真的是不一样的感受 因为以前看电视剧什么的离我们就是太遥远了 但今天看完之后感觉挺贴近的 就了解他们那个当年新春佳节那种习俗 我是香港来的,但是过来看很高兴的 以前的皇帝住在这里,我没看过就在这里看一下 过去那条桥就比较好看 除了展厅内的文物展城 整个紫禁城开放区域都成为实景体验部分 道道宫门都张贴了门绳,悬挂着春帘 乾清宫和皇帝殿狼袖下装饰着华美的宫灯 紫禁城内装饰的蜻蜓春节用品、纺织品 数量超过1000件 此外,1月28日至2019年2月12日 在慈宁宫花园、慈宁门外广场 来自北京、天津、山东等10个省市的 145家中华老字号企业将组团进宫 展示传统小吃、丝织服饰、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艺品等 届时,宫中又将是一幅热闹的景象 福粪培